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前一段时间我做了一个漫谈相对论系列 用七期节目为大家详细解读了爱因斯坦的书 《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潜说》 有小朋友看过了之后跟我说 他现在对相对论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双生子扬谬 有人说使用狭义相对论就能理解双生子 也有人说必须使用广义相对论 到底谁说的对呢 其实在很久以前我曾经讲过双生子扬谬 但那个时候讲的不够仔细 这一回我就多花一点时间 来仔细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争取带着大家一次性地解决这个难题 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双生子扬谬是怎么回事 双生子就是双胞胎的意思 扬谬就是表面上看是个谬论 是一个互相矛盾的 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废论 双生子扬谬是在1911年的时候 由物理学家朗志万提出的 朗志万是在世界哲学家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的 朗志万说根据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 运动的物体时间流逝速度会变慢 就会更年轻一些 但是我能构造出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 大家看 假如说A星球就是地球 B星球是一个遥远的天体 有一对双胞胎 其中它哥哥就站在地球上 而弟弟乘坐一个宇宙飞船去环宇宙旅行了 弟弟坐着宇宙飞船 他环宇宙旅行了 是吧 那么当弟弟环宇宙旅行回来之后 他们两个就比较一下脸上的皱纹 看一看谁更年轻 然后就问你谁更年轻呢 咱们仔细讲 我们从哥哥的视角来看 哥哥会认为弟弟在高速运动 所以弟弟的时钟会变慢 流适速度变慢 所以自己过了比如说10年 弟弟可能只过了8年 这样一来 弟弟更年轻一些 对不对 那么反过来说 我们站在弟弟的视角去看 弟弟会认为自己其实没动 是哥哥 地球和天体一起往后动的 所以是哥哥的时钟流适速度变慢了 所以如果自己用了10年 哥哥应该用8年 他俩应该正好掉过来 对不对 那么到底谁更年轻呢 这不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吗 这个悖论就称之为是双生子阳谬 这个问题刚刚提出的时候 的确对相对论产生了一定的困扰 就连爱因斯坦也是在7年以后 才给出了这个问题的回答 那么爱因斯坦说什么呢 爱因斯坦说这个问题谁更年轻呢 结论应该是弟弟更年轻 弟弟的时间流适速度变得更慢了 弟弟更年轻 说弟弟和哥哥地位不是相等的吗 爱因斯坦说不是 他说你看 他说这哥哥有什么特点 这个哥哥他一直都在地球上 所以他不存在加速度 对不对 他没有加速度 那么如果你没有加速度 就没有加速度等效出来的引力场 没有引力场 当然你是在地球上的 地球的这点引力场忽略不计的话 哥哥就没有其他的引力场了 为什么没有加速度就没有引力场呢 这实际上是爱因斯坦提出的等效原理 我们在之前漫谈相对论里边 仔细讲的等效原理是什么 大家可以回去复习一下 那反过来说 我们再来看弟弟 弟弟他不是坐宇宙飞船了吗 他出去的时候可以是匀速出去的 但是毕竟你还要返回 只要你要返回 你就得掉头向后吧 只要你掉头向后 你是不是就一定存在一个向后的加速度 你只要有一个向后的加速度 就会等效出一个向前的引力 所以弟弟他因为有加速度 有加速度 所以他就会等效成一个引力场 因为弟弟处于一个引力场中 所以他们的地位就不对等了 那么计算之结果就是弟弟应该更年轻一些 对吧 那有同学说 有没有加速度不也是相对的吗 这个还真不是 他俩之间有绝对的差别 你想象一下 哥哥在地球上待着 他除了受到地球引力以外 他是不是丝毫感觉不到其他的力 那弟弟呢 弟弟当他往前走的时候 他感觉什么力都不受 但他往回反的时候 那一刹那他有加速度的时候 他是不是会紧紧的贴到这个飞船的前臂上 对不对 他就会感觉到有一个力 把他往前拽 而这个力就是由于加速度产生的 那么这个力非常大 因为弟弟突然之间就掉头了 对不对 哥哥却感受不到这种力 因此哥哥和弟弟的地位的确是不一样的 是吧 最后计算的结果就是弟弟更年轻一些 爱因斯坦的这个回答 非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反而引爆了这个问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双生子阳谬 一直到了五六十年代 人们的讨论逐渐有了一些确定的结果 但是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是有争议的 还是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它 那么今天我们就挑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来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释 你为了了解双生子 你首先还是要了解一些相对论的基础知识 那么如果你对于相对论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了 那这一部分就会听起来比较容易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你可能还得仔细听一下 详意相对论有什么特征呢 大家看假如这有一列火车 这一列火车在地面上高速向前运动 高速的向前运动 火车我从火车里边去测量火车的长度 测量结果是L0 这个叫固有长度 所谓固有长度就是相对于火车静止不动的尺子 去量这个火车 一看长度是L0 但是你在地面上量的话 这火车就是运动的 那么运动的火车它的长度就不是L0了 就叫L 那么L和L0有什么关系呢 那相对论告诉我们叫做动尺收缩 运动的尺子长度会收缩 运动的火车长度也收缩 所以说运动的火车看起来的长度 它等于固有长度L0再乘以根号下 这里边的V就是火车速度 火车相对于地面的速度 C就是光速 你会发现火车速度越接近光速 它的这个运动长度L就会越小 是吧 速度足够快的时候L可以足够小 第二就是什么呀 动中变慢 动中变慢 意思是说假如火车里边有一个时钟 它的时间叫T0 测量一件事 时间是T0 比如说测量火车上有一滴水落在地面上这件事 你在火车上测它需要T0的时间 那你在地面上同样测量这个过程 它就需要T的时间 T0和T也不一样 动的时钟它给出的事数比较小一些 T0等于T乘以根号下 1-V除以C的平方 速度越快 那么车里边的时钟运动的越慢 如果你火车速度接近光速 它里边时间接近于停滞 还有第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叫做同时的相对性 同时的相对性 也就是说 对 如果你在火车上有两个时钟 一个时钟叫A时钟 放在车尾 一个时钟叫B时钟 放在车头 如果你在火车上看 这两个时钟它是对齐的 所谓对齐就是它们两个同时达到0 同时达到1 在火车上看是对齐的 那么如果你在地面上看的话 不好意思 这两个钟就是不齐的 他会认为这两个钟它没有对齐 它没有对齐 而且地面上的人会认为哪个时钟更快呢 他会认为在车尾处的这个时钟 就是这个A时钟 它给出一个比较大的时数 就是它的走时快了 而这个B时钟出于车头的时钟 它给出的时数比较小 它走时慢了 比如说它已经是12点了 它可能只有11点 它可能是2点了 它可能只有1点 是吧 它们两个之间在地面上看 是有一个时间差的 这个时间差是多大呢 我们可以计算出来 结论是v×l0除以c² v是火车速度 l0是火车的固有长度 那c就是光速 会差别这么大 那么同时的相对性 我在漫谈相对论里边也曾经讲到过 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 而这个公式的推导 是从狭义相对论中的路伦兹变换推出来的 我把这个推导过程放在屏幕上 大家可以截图看一下 总而言之就是在火车上看 ab两个时钟对齐了 在地面上看没有对齐 车尾的时钟给的时数大 差别是这么大 如果这三个结论大家都可以掌握的话 那么后面我们就可以解释 双生子阳谬了 我们来解释一下 双生子阳谬 怎么解释呢 首先我们先把双生子阳谬做一个细化 咱们假设在地球上有一个时钟叫k 在行星b上也有一个时钟叫k 那在哥哥看来这两个时钟是对齐的 对吧 而在弟弟的这个飞行器上也有一个时钟叫k 其实双生子问题它比较的就是当弟弟返回的时候 请问k和k'谁走得多 就问这么一个问题 对不对 为了让这个问题更加具体一点 咱们假设我们首先从哥哥的视角去看问题 在哥哥看来我们假设ab之间的距离是6光年 6light year 6光年 我们再假设弟弟飞行的速度是0.6倍的光速 这是我们假设的 好 那我问在哥哥看来一个来回 地球上过了多久呢 那这叫tk等于什么 那显而易见它就等于ab再除以一个速度v 对吧 那结果是6光年除以0.6倍光速 结果是不是10年呢 但是你别忘了个来回乘以2 所以结果是10年乘以2 这是在哥哥看来一个来回时地球上经过的时间 那么在哥哥看来弟弟的时钟过了多少呢 叫tk一平等于什么 因为在哥哥看来弟弟的飞船在高速运动 所以他过得慢 所以他应该等于tk在乘以根号下 1-v除以c的平方 对吗 我们带进去 0.6平方 0.36 1-0.36开根号 等于0.8 0.8乘以这个数是不是8年再乘以2 也就是16年 换句话说 哥哥会认为弟弟一个来回地球上时间过了20年 而弟弟上的时钟只过了16年 因此哥哥会认为弟弟年轻一些 对不对 好 这就是第一个分析 我们分析完了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弟弟 这道题的核心问题在于弟弟 在弟弟看来自己是静止不动的 而哥哥还有a还有b他们都在向后飞奔 这样一来动齿收缩 因此ab之间的距离就不再有6光年那么长了 而是等于原来的长度乘以根号下 1-v除以c的平方 这么一算就只有4.8光年了 弟弟会认为这个距离只有4.8光年 但是相对速度是一样的 相对速度还是0.6倍光速 只不过弟弟认为自己没动 是a星球 b星球和哥哥都往后退了 对不对 所以说弟弟会认为自己的时钟过了多久呢 那应该是a'b'除以一个v 然后再乘个2一来一回 对吧 4.8除以0.6结果是8 8×2 16年 所以是8年乘以2 你有没有发现 在弟弟看来自己也是过了16年 他和哥哥看来的结论是一样的 所以在弟弟过16年这一点上 兄弟二人没有什么分歧 关键的分歧在于 在弟弟看来哥哥的时间过了多久 就是在飞船上的弟弟看来 地球上的哥哥来回到底花了多长时间 怎么算 弟弟会认为自己没动哥哥高速运动 对吧 所以高速运动时间变慢吗 因此tk他认为等于tk1' 再乘以根号下 1-v除以c的平方 对吧 那么这一项是0.8 0.8乘以这 等于6.4年再乘以2 也就是说弟弟认为哥哥只花了12.8年 这就矛盾了 哥哥认为一个来回 哎 弟弟一个来回 自己的时间过了20年 但是弟弟却认为自己一个来回 哥哥过了12.8年 这不就矛盾了吗 所以这个双生子问题 它的矛盾就在这里 是吧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呢 关键在于第三行同时的相对性 咱们仔细思考一下 在弟弟看来A和B两个星球上的时钟对准了吗 没有对准 因为在去乘的时候 弟弟会认为这两个星球都往后退 往后退的话 A相当于火车头 B相当于火车尾 火车尾的次数比火车头次数大 对吧 虽然在地球上看AB两个星球时钟是对准的 但是在弟弟看来 AB两个星球的时钟是没有对准的 A和B它的时钟是未对准的 那具体来讲 在去乘的时候 在去乘的时候 B这个车尾给出的次数大 TB会比较大 大多少呢 ΔT等于VL0除以C方 你代入就会发现这个数答案是3.6年 也就是说弟弟刚一出发的时候 他认为地球上的时钟是零年 自己的时钟也可以调成零 但是前面这个B 它本身时钟已经是3.6年了 我过去最开始的时候 B就已经3.6年了 对吧 好 这就是弟弟去的时候认为 那么弟弟还得转身反呢 当弟弟突然之间转身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 他会感觉到自己没有动 而是A和B本来是向左走的 后来突然向右走了 一旦突然向右走了 谁是车尾 是不是A突然就变成车尾了 如果A是车尾会怎么样 他就会事数更大一些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弟弟就会认为 A这个星球也就是地球 它的时钟本来落后于B 但现在突然之间就超前于B了 时间差依然是VL0除以C方 结果是3.6年 弟弟认为在自己转身的一刹那 A上的时钟也就是地球上的时钟飞奔 是吧 不停的快速的旋转 一瞬间就过了3.6加3.6等于7.2年 从落后3.6年变成超前3.6年了 那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 大家看一下 最开始在过去的时候 是吧 一共是多少 过去的时候哥哥的时钟应该是走了 走了这个6.4年 在自己过去的时候 哥哥的时钟走6.4年 是吧 然后自己一转身 哥哥的时钟就从落后于B变成超前于B 加了3.6年的两倍 是吧 然后当弟弟返回的时候 地球上的哥哥时钟又过了6.4年 那么你加一加 是吧 6.4加7.2加6.4 是不是20年 最终的结论是 弟弟也会认为当他返回地球时 地球的时钟过了20年 不存在矛盾 也就是刚才我们的矛盾主要是在于 弟弟转身的时候 那个车头车尾互换 所以造成了地球上的时间飞快的变化 是吧 这一点上出现了点问题 我们考虑进去之后就不存在问题了 如果我这么讲 大家还是听不懂的话 我来画一张表格 再画一张图 大家也许会明白 擦一下黑板 好 我们的表格画完了 我们要画什么呢 我们就要画从哥哥的视角和弟弟的视角看来 A星球也就是地球 B星球目的地以及飞船 它们在各个不同的时间 它们的时钟的视数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有哪些不同的时间呢 分别是在船出发的时候 船到达B星球的时候 船反身的时候 最后船回到地球的时候 是吧 就是从A出发 到达B星球 在B星球转身 以及返回到地球 这么四个时间 咱们首先看哥哥 哥哥会认为距离一共是6光年 速度0.6倍光速 所以过去和回来各10年 因此出发的时候 地球上时钟调0 B的时钟也是0 飞船时钟也可以调上0 在到达B星球的时候 一共花了10年的时间 10年的时间 但因为飞船上的时间膨胀 飞船上看来只花了8年 在反身的那一刹那 A B和船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返回的时候 地球上看又花了10年 所以回来的时候是20年 而飞船上的时钟只过了16年 这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情况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画在一张图上 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知道地球也就是A 它一直位置上都没有动 对吧 所以它只是时间越来越长了 是这样的一个图像 这就是地球上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线 它的空间位置没有变 它的时间越来越大 那B呢 B在它前面的某一个位置 在这 所以在B星球来看 它的空间位置也没有变 只是时间变了 B就是这么一条线 但是飞船却不是 飞船这么想 从A出发到达B 然后又返回了 是这样的一条线 对不对 那么我们画出了这样的一条线之后 那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在于我们要观察等时线 所谓等时线就是在地球上的哥哥看来 哪些时间是相等的 那我要告诉大家 平行于X轴的线就是等时线 为什么呢 因为平行于X轴就同样的一个时间 对不对 所以是等时线 因此在哥哥看来 这就是一个等时线 出发的时候 A和B还有飞船都是零 是吧 走着走着 那就出现了一个时间 走着走着 时间更长了 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 此时A或者B 它都是经过了10年的时间 这一段就是10年 是吧 但是此时飞船上的时间它只过了8年 那是哪一段呢 是这一段 是这一段 这一段长度是8年 那事实上在这一张图上 线段的长度就代表了固有时间 就代表了在这里的时中的走时 是吧 这个为什么呢 解释起来比较复杂 咱们就不解释了 那的确这个长度就是10 这个长度就是8 那有人说怎么斜变更长 反而是8年 就只要变更短反而是10年 这个就是米式几何的特点 的确如此 就这个边长 这个边短 好 咱们继续 在弟弟返回的时候 哥哥继续去数等时线 这是一条等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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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弟弟返回的时候 哥哥会认为自己又过了10年 此时B星球上事数也是10年 而弟弟又经过了一个8年 所以飞船2816 对吧 16年就回来了 好 这就是从哥哥视角看来它的情况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我们从弟弟视角去看又是如何呢 从弟弟视角去看 当出发的时候 飞船的时钟调为0 然后地球上的时钟也可以调为0 但是此时B上的时钟不是0 对吧 B星球在遥远的地方反正你也看不见 他的时钟是多少呢 弟弟一算他应该是3.6年 应该是这么一个数 好 继续往前 当弟弟到达的时候 弟弟会认为自己花了8年的时间才能到达 而此时弟弟会认为 A和B这两个高速运动的时钟都变慢了 每一个时钟都只过了6.4年 他会认为此时哥哥只过了6.4年 B星球也过6.4年 但是B星球原本就有3.6 3.6加6.4 10年 大家发现了什么吗 就是在出发的时候 哥哥认为自己的时数是0 弟弟也是0 而弟弟也是这么认为的 对吧 没有区别 因为什么 因为此时船在A处 当船到达B处的时候 B处的人会认为此时自己是10年 而飞船上时数是8年 没有问题 弟弟不是也这么认为的吗 他们的分歧在于在弟弟出发的时候 弟弟认为B的时间和哥哥认为B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当弟弟到B的时候 弟弟认为A的时间和B处的人认为A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不过没有关系 反正离得很远 这也看不见 对不对 说什么都行 然后紧跟着弟弟就转身了 当弟弟转过身的一瞬间 注意B的时钟还是10年没有变 弟弟自身的时钟也是8年没有变 但是哥哥一下子怎么样 加了7.2年 所以就变成了13.6年 哥哥一下子就变成了13.6年了 一下子就加了7.2年 是吧 加完了之后 弟弟再回来 又花了8年的时间 他会认为这段时间 地球和星球都只过了6.4年 13.6加6.4等于多少 等于20年 而这个是16.4年 所以当弟弟返回的时候 他认为自己是16年 而哥哥是20年 自己是16年 哥哥是20年 你看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也就是在弟弟在A处的时候 他会认为自己跟A观点是一致的 弟弟在B处的时候 他会认为自己跟B观点是一致的 所以这里就不存在矛盾了 只是在遥远的地方 我们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是吧 好 如果我们在这张图上再去看一遍 这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这个首先还是这个哥哥 他是一条这样的线 对吧 这个弟弟是这样的一条线 B星球是这样一条线 而弟弟他怎么走 他还是像刚才一样怎么走 对吧 这还是弟弟的情况 但是问题是 此时我们是从弟弟的视角去看的 从弟弟的视角去看有什么特点呢 它的时间轴和空间轴会发生旋转 其实时间轴就变成了这条线了 空间轴也会发生旋转 所以弟弟看到的等时线跟刚才不一样了 弟弟看到等时线是这个样子的 能明白吗 所以弟弟认为自己出发的时候 把哥哥上的时钟 也就是h的时钟是0没问题 但是B星球它本身就已经有一个3.6年的一个时间了 就已经有3.6年的时间了 是吧 然后紧跟着时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是吧 好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终于弟弟就到达了B星球了 弟弟到达B星球的时候 他会认为此时的B星球的确事数是10年 但是这10年是3.6加6.4得到的 同样道理在此时 A星球上的哥哥他也只过了6.4年而已 不过注意 弟弟突然转身了 弟弟一转身 他的时间轴空间轴立刻发生了变化 他一下子就会认为时间轴变成这个样子了 等时线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样以来他会认为此时B星球的时间还是10年没有变 但是哥哥也就是A星球的时间 一下子从6.4年就增加了多少 7.2年 他就增加了7.2年 变到了13.6年去了 然后紧跟着弟弟继续运动 他认为等时线是这条线 是吧 后来到这儿 到这儿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已经回来了 此时自己花了16年没有问题 哥哥是6.4加7.2又加了一个6.4年 对吧 而此时B星球又加了一个6.4年 B星球此刻只有16.4年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差别就在于 从哥哥的视角来看 你这个等时线是这个样子 而弟弟的视角来看 这个等时线开始是这样倾斜的 后来是这样倾斜的 它中间有一个跨越 而这一个跨越一下子让哥哥多了7.2年的时间 这就是双生子阳谬的核心所在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只用狭义相对论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了 但我们有一个麻烦事 为什么弟弟一转身 哥哥的时钟就会飞速的发生旋转呢 这个问题你怎么去解释 为什么弟弟突然一转身 一下子A星球上的时钟就发生了突变呢 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使用广义相对论去解释 广义相对论怎么就可以解释 A处的时钟在弟弟转身的一刹那发生的突变呢 怎么去解释呢 首先我们知道弟弟转身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很强大的加速度 对不对 根据等效原理加速度是怎么样的 加速度是等效于一个引力的 等效于一个引力场的 这个引力场向哪呢 弟弟转身的时候加速度向左 对吧 所以它的引力场是向右的 引力场是向右的 引力场很强大 因为弟弟一下子转过身来 所以引力场非常强大 引力场非常强大 什么地方引力场非常强大 是不是黑洞了 是吧 所以相当于弟弟自己造了一个黑洞 在黑洞旁边走了这么一圈 那么引力场强又如何呢 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这么样一个道理 在引力是低的地方 引力是低的地方 它的时钟会变得比较慢 是引力的时钟变慢效应 也就是说假如我们这里有一个山 是吧 有个山 我们知道地球上它的引力是向下的 地球引力向下 所以这个地方引力是高 这个地方引力是低 如果我们在高引力式的地方 和低引力式的地方放两个钟的话 那么你就会发现在引力式低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钟 它的流逝速度就会比较慢 是吧 流逝速度会比较慢 是吧 那我们再看 说如果你最开始的时候是在A星球 后来你到B星球这转了一圈 在你转身的一刹那你相当于是构建了一个向右的引力场 而且这个引力场非常非常强 构建了一个向右的引力场之后 那么这个位置相比于A是处于什么引力是处 是处于低引力是处 那低引力是处就好像在靠近黑洞的地方一样 它的时钟流逝就会比较什么 就会比较慢 所以当它一转身的时候自己的时间停滞了 然后A的时钟就飞速的旋转 一直过了7.2年 这就不足为奇了 对吗 所以这个问题在转身的一刹那 我们使用广义相对论可以去理解它的动力学效应 其实对于双生子阳谬 到底使用狭义还是广义相对论 到目前为止也有分歧 北师大的梁赞斌老师一直强调 这是一个狭义相对论的问题 因为广义相对论的本质特征是空间中存在物质 而物质造成了时空的弯曲 而在双生子阳谬之中完全没有考虑物质的存在 即使时空坐标由于加速度而发生了变化 也依然是狭义相对论讨论的问题 而北大的赵凯华老师却认为 飞船存在加速度 就会造成飞船参考系下时空发生变化 我们可以称之为度归的变化 虽然空间是平直的 但是你度归的变化规律 和广义相对论中 弯曲时空的度归变化规律是一样的 那这也是等效原理的一个结果 那既然如此 双生子问题 就可以使用广义相对论的方法进行描述 所以这个问题就应该是一个广义相对论的问题 如果大家理解到这个层次的话 那么共识就达成了 双生子的关键在于飞船转身的时候 飞船参照系的时空变化 时空是平直的 时空中的坐标和弯曲时空中一样发生了变化 所以你说这到底是狭义还是广义的问题 就好像争论基图同龙到底应该用算术法解决 还是用方程法解决一样 在1971年的时候 美国物理学家约瑟夫·哈菲尔 还有理查德·基庭 进行了著名的哈菲尔基庭实验 来检验双生子问题 实验原理是将原子中带上一架飞机 在赤道附近向西飞行 速度大约是1600千米每小时 与此同时在地面的实验室里放置另外一个原子中 让它随着地球一起转动 那么转了一圈之后回到出发点 问你哪一个时钟的事数更小呢 也许你会觉得飞机上的时钟相当于弟弟 他更年轻一点 事数更小 但实际上我们应该站在地球之外的视角去看问题 由于地球正在自西向东旋转 留在地面上的时钟才会具有向心加速度 相当于地底 它的视数更小一点 而飞机飞行的方向与地球自转方向相反 速度与地球自转速度大约相同 所以彼此抵消了 因此飞机上的时钟实际上是静止不动的 没有加速度 相当于是双生子中留在地球上的哥哥 它的视数应该是更大一些的 经过实验结果的确如此 这直接证实了双生子杨谬中 环绕宇宙旅行的弟弟 比地球上的哥哥更年轻的结论 至此双生子杨谬从理论和实验上都得到了解决 大家明白了吗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YouTube帐号 丁路老师订阅我 点起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